嗨,你好,我是小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6月3号,星期四 我最近不是很喜欢玩TikTok吗 TikTok呢,一进去的主页呢 就有一个为你推介的TikTok 所以呢,我经常会滑那一个 一直滑一直滑 但通常我滑呢,我都会看到这个人 他是一个王子来的 最初呢,我也不知道 但是仔细去看了 你可以不认识他 但你不可以不认识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呢,是现在马来西亚最高统治者 也就是 通常人家只叫他 他妈妈呢,则是 很长 通常在TikTok的话呢 人家只写 Tengku Hasana而已 他也是现任 彭彭的摄政王 从2019年1月31号开始 他也是彭彭的王储 他是从2019年1月22号到现在 然后,Tengku Aziza Aminah 因为有生育问题 所以他进行过16次体外人工受孕和包将禁止注册 以及6次流产后所生 第一个孩子 由于 Tengku Hasana 的哥哥 阿摩伊斯坦达沙 Tengku Ahmad Iskandash 在1990年7月24日出生后 随即夭折 所以后来的Tengku Hasana 在出生后立即称为Sultan Aminah 现任阿公的继承人 现在的皇后也是Tengku Hasana的母亲 在Tengku Hasana安全健康生产后 她在2004年8月份 创立了一个叫做Tengku Aziza 寺馆受孕基金会 Tengku Aziza Facility Foundation 它是用来帮助不孕不育的夫妇生下孩子 Tengku Hasana 是在1995年9月17日 在彭彭州关丹 Tengku亚福山医院 Tengku Anbun Azan Hospital出生 Tengku Hasana 早年是在关丹圣多墨国民小学 以前被称为Skola Rendrach 格帮萨安Saint Thomas 现在被称为Skola格帮萨安Saint Thomas 完成小学学业 并在英国卡迪科特学校 卡迪科特学校 和谢俄本学校 Saint-Borch School 分别完成书中及国中学业 Tengku Hasana 其后它是在 在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 Galmar School of the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就读并获得国际关系学位 学士学位 Tengku Hasana 他是王子 他更是蓬蓬王位的最成人 所以他在2019年英国 上师特王家军事学院 进行了为期44个星期的军事训练 Tengku Hasana 也在同年12月13日 以另外242名学员 一同在同一天举行阅兵式毕业 在当日阅兵式是由 威斯克斯伯爵夫人苏菲 代表英尼王伊丽莎白二世主持 2020年1月21日 Tengku Hasana 他和他的哥哥 Tengku Aminasi Tengku Amel Hasil Ibrahim 在获得他的父亲 苏丹阿布图拉 颁发军衔 其中Tengku Hasana 他获得受少将军衔 Tengku Aminasi 则是获得宗教军阶 Tengku Hasana 在完成军事训练后 他获得偏入基地地位 以蓬康州皇家马来军团 Royal Malay Legitmen 第十二军 第十四机械化布兵律 他有玩Instagram和TikTok 但我不确定他的一个TikTok 是不是真的是他的 我只知道很多人拿他在Instagram的照片 然后把他剪辑成TikTok的影片 所以可想而知 他的受欢迎程度非常大 很多年轻的马来女子 他们都会是这个Tengku Hasana为他们的理想的人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TikTok向这位Tengku Hasana表白 我纯粹把这位王子的名字念出来 我今天念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连我的网线也用完了 需要买新的 我真的觉得好难读啊 他名字真的很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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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